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超級考試王的烈克老師 今天來跟各位同學聊一聊 如果今年的考生 我明年想要重考的話 那這個重考它會是怎麼一回事呢 因為有經歷一個課綱的改變 那所以我們今天用簡短的時間 跟大家來做一些說明 好各位同學 你今年在考完試 馬上要面臨到的就是考試 然後接下來分發 填字院再來分發 當然還是祝福各位同學 可以考到理想的學校 但是如果 我可能在考試過程中 有一些失常 或是我在填字院的時候 遇到一些沒有填得很好 所以我沒有考到理想的學校的話 那這個時候 重考會是你的一個選項之一 但是我想各位同學都知道 其實明年是111學測 它是108課綱的第一屆考試 各位同學你們是舊課綱的最後一屆 所以你們應該都有在準備考試的過程中 可能身邊的人會跟你講 哇你明年要重考 你會很辛苦 你會很難 甚至搞不好會有人跟你說 你是明年是沒辦法重考的 你可能心裡會有很多這些疑慮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真的考得不盡理想 我還是得面對這些 所以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聊一聊 新舊課綱交替 你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今天有跟大家準備了一些 要明年要重考 通常可能會有這幾個疑慮 來各位你們是舊課綱嗎 那其實新課綱的學生 也就是你們的學弟妹 明年他們其實都有一個東西 叫做學習歷程 你手上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那你可能就會想說 我沒有這個的話 我還能不能去個人申請 因為學習歷程 它主要就是用在個人申請會使用 那第二個就是 新舊課綱 它其實有做一些內容上的調整 那我沒有學過新課綱怎麼辦 我是不是沒有辦法去考試 還是我整個要從頭學起 這個也是第二個 一個很大的疑慮 那之後 我們知道考試 它有做一些變革 這個考試有一些變化 但是同學 你們在認真準備 今年的考試過程中 你可能不知道它到底變了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會跟你聊一聊 到底這些它變了什麼 我要如何去做因應 那基本上 新舊課綱交替 如果明年要重考 大部分的學生會有疑慮的 其實就是這三個問題 那我們逐一來跟大家來做說明 首先第一點 沒有學習歷程要怎麼辦 那我先講這個 那一開始先跟大家講 其實你不用擔心 因為政府早在前幾年 要換新課綱的時候 就已經講過了 明年一一學測 它會採雙軌制 雙軌制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新的 你的學弟妹們 他們會用剛剛講的 學習歷程檔案 那你在過去 在2月的時候 2、3月 你去個人申請的時候 你用的東西叫什麼 我們叫做備審資料 它沒有一個明確的名稱 但是你就是準備自己的備審資料 但是明年學弟妹們 它就有一個 學習歷程檔案 它就會繳交這個東西 但是政府已經強調了 它不會直接貿然的直接改掉 它會用一個滾動式的調整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課綱的改變 所以明年你不用擔心說 我是不是還能去個人申請 可以 你都可以繳交 好 那再來我們就聊到 這個備審資料 你原本的備審資料 跟明年的學習歷程檔案 它有哪些差別 好 我們來看這一張 來這個表格 你們看的應該都很熟悉 這個其實是去年的學測考試 就有出現這張表格了 它是個人申請的審查對照表 那這張表格其實完全就是為了 學習歷程檔案而設計的 那為什麼各位同學 你明明就不是伊林巴克剛好學生 為什麼現在就已經在用了呢 好 為什麼現在就已經在用了 你們應該都看過這張表 那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政府在做一個滾動式的調整 它一方面要讓學生習慣這樣子的改變 另外一方面也要讓大學去了解這樣子的改變 所以它提早讓大學知道說 你未來要審查資料 你要是從這裡面去挑 所以各位你們在今年做申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校系分則裡面 每一間大學它都會去挑說 我要你繳交裡面的哪一個項目 A到R這麼多的項目裡面 它會挑選其中一些內容 好 那這個東西我剛剛講 它其實就是為了 學習歷程檔案的設計 所以我這邊有寫到 來 第一 第二個是學校上傳 是什麼 你的基本資料和修課紀錄 就是你在你的個人基本資料 還有你在你高中的時候 你的各種學分還有你的成績 好 這些東西你有沒有 你一定有 好 那但是未來在你的學弟妹 他其實是每一學期 有學校幫他上傳這個資料到他的資料庫 好 但是你也有這個資料嘛 所以你不用擔心喔 然後再來第三點 第四點 一個叫做課程學習成果 一個叫做多元表現 好 這個兩個我們來大概看一下 課程學習成果就是我在學習的過程中 我的一些繳交的資料啊 我的上課的報告 或者是一些論文的內容 那多元表現呢 就是所有的 我們講的競賽啊 社團啊 我去做社工啊 或者是我去做考一些證照 好 所有的多元表現都在這邊 好 那這個是由學生自己上傳 他在每個學期可以去上傳這些內容 好 那這些東西你有沒有 你不一定有 好 但是其實你的學弟妹們 他們也不一定有喔 因為其實政府是要求他們 不應該說要求喔 是跟他們說你們每個學期 都可以來上傳課程學習成果 還有多元表現 但是他不是要求你 你一定要傳某一項 好 所以你今天你會覺得說 哇 我沒有這個 OK 證照證明好了 我沒有去考證照 但你的學弟妹們 他們也不一定會有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是不是學校要求到了某一些系項 我沒有 我就不能去考 好 其實這個舊課綱 新課綱 你們是站在同樣的一個起跑點 所以你也不太用擔心喔 那最後5到6點是校系制定的 我們來看一下 學習歷程字數 來 各位 自傳讀書計畫 是不是在你們今年再去考學測 然後你們在準備個人申請的時候 你們就準備了東西 好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校系分則 我有時機去翻一下 我們看到的基本款幾乎都是什麼 AB 你的個人資料 學校的成績 然後還有什麼 N和O 你的自傳和讀書計畫 那這個剛剛好 就是你的備審資料裡面 你一定有寫過的東西 好 所以很多學校都在要求 然後在其中多元表現 再挑個幾項 好 那這個東西 我們講校系制定嘛 所以就是在學生 你的學弟妹們 他們的學習歷程檔案裡面 這些東西他也是要自己去建上去的 他不是在高一高二的學習過程中 我就會去寫 然後他一樣要在他準備 準備個人申請的時候 另外去寫這些東西來做上傳 好 所以你們有發現 其實你們做的事情幾乎是大同小異 然後最後這個其他 我們看到學習檔案 還有校系自行填入 其實在今年就有很多學校有要求到這個 但是他裡面寫的東西是非常開放性的 很多都是寫什麼 其他有力申請之項目等等之類的 所以這一點你不用擔心 因為你看到我們剛剛講的很多東西都是你原本就有 所以你實際在繳交你的被審資料的時候 原本你寫的自傳讀書計畫 包含你的申請動機 這些東西你都還是一樣可以繳交 那如果他裡面有特別提到某一些他要求某一些內容 例如說幹部證明好了 那幹部證明以前在你的自傳裡面可能只是剛好帶到 我在班上擔任什麼股掌 或者是我在社團擔任社長 你可能只是剛好帶到 但是如果你發現他有特別被挑出來的話 你可以問問看說學校有沒有相關證明 然後到時候上傳的時候再去針對他上傳 其實你繳交出來的東西 就跟108課綱的學生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有講 剛剛講到的這個 來你的被審資料和學習歷程檔案 他幾乎就是一樣的東西 而且政府承諾才雙軌制 所以你基本上是不用擔心的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針對這一點 重考生可以怎麼做 其實剛剛都有提到了 那我建議各位同學 第一點你還是要去了解你的目標校系 他會要求哪些東西 好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你考過 所以這個其實你是有優勢的 你可能已經有明確的目標 知道我想要針對哪一個科系去做準備 好所以你要去看一下 他到底是要求哪些 要求哪些消息分則 哪些內容 那你知道的時候你針對這些去做準備 對你來講會比較直接 而且有幫助 好那第二點 持續增補自己的備審資料內容 因為其實重考你等於多一年的時間去做準備 那像剛剛講的 當你了解你的目標校系 假設我今天要去外文系好了 那我可能就可以 我還有時間再去學一些語言 甚至去考一些認證 好或者是社工系 那我再去做一些社區服務 好這些都是對你還很有幫助的 好所以你可以持續去增補自己的備審資料內容 那最後呢就是針對你缺少的項目去做補足 這個其實剛剛有提到的啦 就是說剛剛講的 好如果學校有特別要求某一些東西 好那你一樣再去補足 好再去補足它 所以其實各位同學你們是有充足的時間去準備這一塊的 所以你不用再擔心說 我只有備審資料 我沒有學習歷程檔案 我是不是不能重考 不會你可以去重考 而且其實你的優勢 跟現在108課綱的學生幾乎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 第二個大的疑慮 我沒有學過新課綱要怎麼辦 好各位同學我們來想一想 其實十幾年前的舊課綱 跟現在的新課綱 儘管科技一直改變 但是實際上高中生學的東西是屬於通才教育 所以你學的東西都是基本的概念 你想想看一些古文 或是英文 或是數學公式 物理化學公式 地理歷史 這些基本概念其實不會變 所以其實你學的東西幾乎都是換湯不換藥 那108課綱它主要變在什麼 很多都是受課的比重和學分上的調整 它為什麼要這樣子調整 108課綱最重要的一個主旨 是希望學生可以提早去了解自己的現象 知道自己未來的 去探索自己的未來人生 好所以提早知道我未來要考哪一個科系 他學的東西會再更專精 其實舊課綱的學生來講 新課綱會說以前舊課綱是屬於比較填塞式的教育 我可能就是一直學 但是我可能對未來不太了解 但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是重考這個戰場 是考試這件事情 那其實各位你們想一想 我花了那麼多時間在這麼努力在學東西 那其實我不輸給他們 因為新課綱的學生 他們花了更多的時間在做探索 甚至是一些多元領域 所以各位你其實不用太用不太用擔心 那針對新舊課綱 他到底改了哪些東西 其實很多細節的項目 我們今天沒辦法一一跟大家來做說明 所以我們針對國音術設置 他一些比較大的改變來跟大家做一下說明 首先我們今天講到國文這一塊 第一個這個大家應該有概念吧 其實文言文變少 他的比重整個降低很多 然後必修的選文也減少了 那再來我們直接看英文 國文英文我想說一起講 因為他們真的很類似 英文整個單字量 以前高中必考單字7000 現在改成4500 但是考題不受限 來國文也一樣 你想想看 國文考試他是考你的實力 他會不會只考你學過的課文 不會嗎 英文也是啊 英文你背的單字有7000個 但是他是不是只 然後學弟妹背4500個 他是不是只會從這4500個裡面出題 不會嗎 所以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看到這邊你發現 你不一定輸給他們 甚至你可能學的還比他們多 那再來數學 數學其實差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現在數學有分 數A還有數B 這個是在高二 高二上學期就會分了 好那以前你可能過去 你高二是分自然組 社會組 但是你學習的東西都還是一樣 是必修數學 但是現在的高二學弟妹呢 他們在高二的時候就分數A和數B了 那數A和數B的差別是什麼 數A簡單來說 數A比較難 數B比較簡單 所以他們在準備未來大學科系的時候 如果你的目標是在 文科法科商科 那我可能在高二選選比較簡單的數B 那我可能在高二選選比較簡單的數B 這是代表什麼 你可以兩個都去考 你可以兩個都去考 你不一定要摺一 那當然你也可以摺一 你就針對你的目標科去做思考 所以各位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的目標像剛剛講的 文法商 文科法科一樣就是一定就是數B 這個沒有懸念 那如果你是商科 你可能會想 我的目標是國立大學 或是好學校的商科 那他有可能會採數A 或是比較私立學校 或是比較後段學校 如果是商科的話 他可能就會準備數B 那當然像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都去考 那最後剛剛講的理工一這三科 那就一定是選數A 就沒有問題 所以各位 這個數學是一個比較大的差別 那你們目前學的數學 就是高二必修的數學 他其實是沒有區隔這個難度 所以其實你們是都可以去考 但是你要針對裡面的一些 細節的差異 再去做補足 然後再來自然的部分 自然整個必修學分幾乎是砍半 必修學分少很多 但是另外新增一個叫做 探究與實作的學分 那其實一樣 剛剛講的換湯不換藥 其實108課綱很重視學生去了解 我不是只是學這個知識 而是去了解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並且實際動手去做 然後就是因為108課綱的 這一個本質 所以他多了這樣子的一個學分 那他其實實際上的內容是怎麼樣 就是你們以前學的物理化學 那他肯定沒有做一些實驗 他把這個手作實驗的內容 直接移出來 做一個這個叫做探究與實作 好那探究 探究就是去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子嗎 舉例來說像是風力發電好了 那你去了解說 我們為什麼需要做風力發電 他風力發電的原理是什麼 這樣子去探究 那實作也是一樣 例如說我今天實際去做一個光線折射的實驗 重力加速度的實驗 好這些都是以前你可能就是上課的時候 你在物理的時候你就會學到相關的公式 甚至學校可能會做相關的實驗 但是現在是直接把它變成一個學分 但是怎麼樣換湯不換藥 其實你學的東西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最後社會科也是必修減少 以前都是八學 每一科八學分改成六個學分 然後選修變多嘛 而且他比較沒有選出差異 例如說像是歷史好了 然後歷史以前都是編年史 去把以前到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 直接順順的講下來 但新課綱他就會比較著重在於說 主題式 這一段時間台灣發生了什麼事 他會比較用主題式的內容去講 但是學習的本質不變 就是你都是去記那些知識 所以你在考試的時候 其實你不一定會落後他們 例如像地理 那可能中國地理稍微減少 改成比較多的世界地理 還有台灣地理 但是其實這些都是陸續在做調整當中的 他不是突然間整個就是大概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 政府一直是才滾動式的 所以就如我剛剛講的 其實國音術設置來講 幾乎都是你原本就學過的東西 你是不用太擔心的 那如果我今天要重考的話 我要怎麼做 那當然第一點最重要的 考試的本質就是在知識的累積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持續複習 這個還是最重要的一點 你認真讀書的話 其實就跟我剛剛講的 其實多半新課剛的內容 你都是有準備到的 但是他還是有所不一樣 所以你要去了解 並且補足部分新增的東西 那其實大考中心他都有一些示範試題 還有他有很多這些新課剛的資訊 所以你要花時間去聊 你還是得去了解一下他到底有哪些差異 那我剛剛講的都是比較大的變化 但是裡面有一些細節 例如像數學好了 數學就有一些增加一些不一樣的章節 也是你以前沒學過的 其實還是有 所以這些東西你要花時間去補足他 那第三個就是你要怎麼去補足他 你要選對好的工具 那當然你可以去選擇108課剛的教材 那當然補習也是你的選項之一 那其實補習班的老師 他可以有效的幫你準備很多 你原本沒學到的東西 因為現在補習班的老師 都是針對108課剛來做上課 那像超級考試網的學測課程 你也可以考慮 像我們是準備線上課程 那你可以在家裡面做準備 那如果你擔心在家裡容易分心的話 你也不用怕 因為我們還有雙校 就是你可以到我們的全國門市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在裡面上課 你會相對的專注很多 那老師教學的內容 全部都是108課剛的內容 包含剛剛講到的這些變化 像是探舊與實作 這些其實老師全部都有在額外做一做教學 所以等於幫助你什麼 幫助你省掉第二點的時間 你不用自己再花大量的時間去了解 到底改變的哪些 而是老師直接把改變的東西再來教給你 所以這其實是幫助同學省時間的方法 那當然你可以選擇其他的自學工具 但是這一點你一定還是要去花時間補足 但是你原本累積的知識 絕對不輸給那些新課剛的學生 甚至還更多 所以這一點你是不用太擔心的 這個是針對108課剛考試內容的部分的差異 那第三個疑慮 好我不知道有哪一些考試變革要怎麼辦 那剛剛一直在講的 其實政府他都是在做滾動式的調整 剛剛也一直講掉什麼 考試是知識的累積 你持續復習就可以考得好 題型變化 今天我一樣的知識 我不會因為選擇題變成填充題 我就答不出來 我只要學會的話 好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這件事情 但我們還是要去了解他要有變化的哪些東西 來帶大家看一下 來明年的學測會有幾項的變革 那你們原本現在今年考的學測 國文國寫英文數學社會自然 好 那先講數A數B為什麼被上色 因為剛剛有提到 明年學測新增的數A數B 你都可以去考數A比較難 數B比較簡單 這邊我就不講了 那國文為什麼上色 國文有稍微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他的考試時間 原本80分鐘變成90分鐘 那其他的科目 其他的科目考試時間 好 全部都一樣 好 所以 那最主要的差異在哪裡 就數A數B 好 考試科目幾乎都沒變 好 那每一科的計分方式一樣都是15級分 這個也沒變 好 那考試的形式變比較多了 來以前的考試 除了國文 英文 有國文有國寫 英文有一些非選題以外 其他都是選擇題 或者是多選題 但是未來會新增這個混合題型 還有券卡合一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聊到 那還有素養題型會增加 各位如果你們有關心一些108課綱的內容的話 你會發現很多人都在講這個素養導向 還有會有很多的素養題 大家一直在聊這個東西 那素養題是怎麼東西 我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素養題大家重視的是什麼情境化 重視的是 跨領域 跨版本 這些東西 那我們看到素養題通常都是很長很長的一個題目 以前我只是要純粹寫一個數學題目 但是現在可能他會描述一個真實的情境讓你去答題 但是各位 你會覺得說這個東西你沒辦法應付嗎 因為素養題這個東西 它並不是108課綱憑空變出來的一個東西 我剛剛講的這種情境化的考題 這種需要整合運用的考題 在我當年考試的年代就已經出現了 它只是現在被重新定義 被拿出來加強而已 所以它其實是一直以來都有這樣子的題目 那只是現在它的比重要增加 那同學你也不要覺得說 是不是明年會突然變很多很多 其實你在今年的考試 其實在去年學測的時候 剛剛一直提到政府滾動式調整 其實素養式的考題在去年今年 都已經大量的出現了 所以明年在考試的時候 其實差不多就是 比重差不多就是那樣子 你真的不用太擔心 所以素養考題這麼多人提到 但是它其實是一個早就變化的 你已經早就習慣的東西 所以這個你不用太擔心 倒是剛剛講到的混合題型 這個比較不一樣 我們等一下會詳細的再跟大家講一下 那你怎麼報名 你可以自由選考 就是你可以五選四 或是你可以針對 如果你有一個很明確的大學目標 你知道你未來要考哪一個科系的話 你就可以看它的校系分則裡面 有要求哪一些的加全計分 你可以去了解 然後再等等那些去考 那當然你也可以全部都考 這個自由選考也是從去年就開始調整 也是為了營業108克剛的提前調整 那最後大學采計這一塊 最多四顆不采計總級分 也是去年就改變了 這個你們都很熟悉了 那考試的天數 這個有變 原本考兩天變成三天 那你不會因為兩天變成三天 考試就考試成績就變差了嘛 因為學弟妹跟你一樣 這個就是你知道就好 知道就好 這些是一些比較大的變化 那針對剛剛講的混合題型 這一塊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上網去找大考中心 它的一個示範題型 混合題型剛剛講到的 以前都是考選擇題多選題 那未來混合題型 這個你們大概參考一下 因為數學各科都會有 好 那這個是你看到前面這邊是選擇題 然後下面這邊有一個 這個應該算是簡答題 然後這個是來對以文的看法 你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好 限10個字以內去說明 這個也是像簡答題一樣 然後再混了一個選擇題 所以未來學測的考試 他會加入這種的 叫做混合題型 就是有選擇題啊 可能填空題 或者是填充題 或者是像這個簡答題 甚至一些深論題都有可能 好 你要去描述它 好 未來會有這樣子的 這個混合題型出現 這個是你們以前在考試的時候 沒有遇到過的 好 那你也不用擔心說 這樣子的東西 我剛剛一直在講嘛 考試的本質在知識的累積 你可能會覺得說 以前選擇題的時候 好像比較好猜 或是我看到選項 我就會有印象了 好 那現在變成 突然變成簡答題或是填充題 我可能就會背不起來 你是不是很擔心這件事情 但是你想一想啊 對於你的學弟妹來說 他們也一樣啊 好 他也一樣覺得 對他來講一樣選擇題 他會覺得比較好拆 好 他一樣會比較有參考 所以你們是基於一樣的出發點 好 但是也許 他們會比較習慣要去寫填充題 那你們比較不習慣 那其實那怎麼樣怎麼辦 真的就是背熟他 好 所以這樣子的題型變化呢 你其實不用太擔心 你只要背熟 好 你只要學好 好 你其實不用擔心這個題型變化 如果你還是很擔心 其實我這邊會有 我這邊有寫到 這個是一個很新的新聞 是大考中心主任 他已經出來講說 來明年的學測預計的一些 混合題型的比重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國文10% 數學10% 然後英文5% 社會自然都到20% 好 那其實比重不高 混合題型的比重不高 那主要是社會自然這一塊 你比較偏背科的東西 你可能會有比較多 要實際手寫的內容 好 這個是混合題型的比重 那這個也是 好 剛剛講的 大考中心那邊 直接出來做說明的 所以其實比重不高 好 大部分都還是你們 原本熟悉的 熟悉的選擇題 好 所以像我剛剛講的 你可能就要稍微去 習慣一下這樣子的考試 好 這個是混合題型的部分 那剛剛沒有講到 是 卷卡合一 卷卡合一其實 跟混合題型應該一起講 因為 卷卡合一就是 因應混合題型而出現的東西 那我們看一下 大致上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就好了 我們以前的答案卡非常簡單 就是 純粹就是只要做畫卡 但是未來呢 這個 可能不太清楚 但是沒關係 你大概知道 未來我們看到這邊是選擇題對不對 然後這邊就是要讓你去寫 寫內容 好 那這個是 就是供需 供需的圖 你可能要直接去畫圖 好 然後這個是 這題應該是理化的題目啦 要去 也是實際上有一些 簡答題要你實際寫內容進去 好 那這個就是未來的 卷卡合一 好 那你大概知道就好 好 因為它其實完全就是 因應剛剛講的 混合題型 混合題型會把 剛剛講的 呃 選擇生論 簡答全部混在一起 所以你的答案卡也必須 因應這個來做改變 好 這個其實主要你要注意的點 跟剛剛一樣 你學的好 這些東西你就答得出來 好 但是 你要稍微讓自己去熟悉一下 是知道一下 喔 原來未來會有這樣子的改變 好 這個你大概知道就好了 好 這個是混合題型跟卷卡合一 一個比較大的差異 好 關於這一點 考試的變革 學生你要怎麼做呢 來跟剛剛講的 考試內容的差異 幾乎一模一樣 你最重要的還是什麼 持續複習還是最重要的 那第二點 你看也是一模一樣 你大概去了解它到底差別在哪裡 你大概知道到底會做什麼改變 好 包含那些剛剛講的 考試資訊 你要知道 我到底要去考 我要選哪一些考試來 來考試 數A數B我要跳一個 還是我要都去考 這些你要先思考過 好 那最後 好 增加陌生題型的練習量 好 我們剛剛講的 你的知識絕對不會背叛你 但是你有可能會比較不習慣 這樣子的答題方式 所以你盡量讓自己去多做練習 那你要怎麼做練習 其實跟剛剛講的一樣 你可以找一些自己的自學方案 然後教材或是找補習班 這些對你來講都會很有幫助 OK 所以最後 來 我們剛剛講了三個大的疑慮 你可能會很擔心說 我會不會未來重考很慘 還是不能考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你可以有這個選項 你可以為了考上理想的大學 再讓自己努力一次 你不用擔心 因為怎麼樣 考試的本質不變 考試最重要的是什麼 剛剛講太多次了 知識的累積 你努力的複習 找對自學的工具 把那些不一樣的地方 稍微去把它補足 你其實你一樣會有 非常強大的競爭力 你其實完全不輸給 新科高的學生 甚至你學的東西 比他更完整 更多 所以在考試這個戰場上 你不會輸給他們 所以各位同學 加油 還是要堅持理想大學 那當然還是祝福各位同學 在今年 就能考到我的理想學校 還是祝福各位 那如果真的我要重考的話 一樣 我們再堅持一年 一樣可以有很好的表現 那以上呢 就是針對這次 重考的懶人包 來跟大家做介紹 那感謝各位同學 掰掰